美国加州法院陪审团8月裁定三星侵犯苹果专利 需赔偿10.5亿美元 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 苹果与三星电子与各自的委任律师 打算请求美国加州盛和西联邦法院法官高兰会 推翻8月的裁决 花旗集团周三宣布将在全球裁员1万1千人 占员工总数的4% 并将关闭的三星 全球84家分行 以此为公司未来每年 节省11亿美元的费用 埃及总统穆希大举扩权 掀起自他6月上任以来的最狂暴抗争 5日深夜抗议活动深夜擦枪走火 导致5人丧生 根据复笔市杂志最新公布的 全球最具权势人物排行榜 国家元首在前10名中拿下6个名次 美国总统欧巴马蝉联冠军 德国总理梅克尔第二 显示论及权势时 政治人物还是比企业大佬 更能呼风唤雨 新唐人雅代电视整理报道